好,接著到下一套了,下一套是有馬和這個贏者都推介的作品 因為PA的畫才推介的,我要先澄清一件事 不知道,我看你們兩個都推介,應該服劇都有限的 你知花開物語,DallyDally開季的時候都OK的 這套叫什麼呢? 來自豐平浪值的冥天,下一篇就是《從晴朗的一天出發》 什麼?暴風越來臨啊,大哥 故事其實就建構在這個幻想的世界 不是,TVB很普通的倫常劇,兩邊的人,一條村的人 世界觀都已經不同了 應該這樣說,正面一點這樣說,這套就是兩個不同種族之間的男女的愛情故事 那即是勞發生與朱麗葉 那如果是negative來說,這套是什麼呢? 這套就是《海底人滅絕計劃》 可否地面的人滅絕計劃呢? 很明顯不是,照他去到第三集的設定告訴我們 只是滅絕海底人,都不會 很簡單的設定,地面的人跟海底人結婚呢 海底的人就喪失戶籍,即是沒有那些人設計 因為他們後代就會變成地面的人,就不能在水裡面生活 那OK啦 但問題是,海底人是不能移民下去的,即是地面的人任到海底住的 所以他們還沒有移民下去的 總之,這個故事就是,原本人類就是居住在這個海底裡面的 沒錯,他又沒有說到 他又說了 起源,起源所有人類都是在海底的 有一堆人,就向往地上的生活 就背叛了這個海神,你可以說是 上了地面,然後逐漸分了兩批人 地底人,地面的人和水中人 那他們其實呢,差異就是海底人可以用皮膚在海底裡呼吸 即是類似你當是魚的二人類似的 對,即是個個都是楚流香來的 不是楚流香 我明白,這就是簡單的 用皮膚呼吸嗎? 魚不是用皮膚呼吸的 那些是塞呼吸的 那些是amphibian 不是,像洞外面這樣設定的 沒錯 不重要啦 故事就說一開始就 四個還是三個? 四個 一開始不是男主角在裸體圍裙做飯 不是裸體 有裸體嗎? 有 總之是不穿上本身的衣服 那不叫裸體裸體 你搞錯了 這些叫做打大赤裸 但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是在水底 煮的那些食物 為何不會飛出來 他們那些火好像是 不是,我意思是攀植 攀植裡面是裝液體的 那你在水底應該寫出來才是 大家明白 遊樂室會混混 每人一算 他們都加了一層藏 不要太闖蠱 我覺得奇怪 沒有說什麼 故事就說 四位主角 因為廢校 他們原本在讀那間學校 但他好像沒有說什麼廢校 明顯是沒有人讀 受甚不足 我很懷疑 根本上那間學校 只有他們四個人 沒辦法 你都知道 沒有絕口絕口 沒有辦法 他們就要去地上的學校讀書 應該說 要調去地上的學校 因為海裡的學校已經是 收心不足的 因為其實你說 本身的故事裡面 現在其實 它比較集中就是 海底人和地上人之間的關係 以及角色之間的感情 矛盾 對於他們身份的差異 中間的矛盾 對 即使你說 一開頭看 究竟設定是 他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你可以當是一個小故事 小世界小故事 其實你不需要關心 這個世界裡 究竟還有多少海底人 還有多少地上人 總之好像剛才有馬兒 你界定為兩派不同的人 即是一條村 一條東加一條西加 兩家不可以結婚 會比較簡單 其實你說 故事裡面就是 地上人 對 地上人 都看不到 大部分 看得起 這個海底人 你從第一集就知道 他們轉進來 說 海底人進來 很臭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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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接著 說回海底人的四位主角的關係 阿光和愛花 就是青梅中馬 其實他們應該四個都青梅中馬 我猜 然後 千少 應該是暗戀阿光 但是 他 光是屬於愛花 他覺得 愛花和阿光應該一對 應該密密守護著 而他又認為 愛花好像他的妹妹 不應該搶自己的妹妹 是個兒子 錯了密密守護 那個叫木耀 還在隔壁 阿耀 阿耀就不知道 是否想 千少 應該是 很明瞭 你看他的眼睛 都猜到 他們的關係 你不覺得是戀愛 情義傑 那些人的關係嗎 然後殺出了一個地上人的主角 木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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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花 不知道為何和他有些丟臉武力的關係 沒有關係 艾花和他關係 然後艾花因為第一集 一開始被他父親的船撈起之後 總之捉了 捉了一隻人魚上來 可以吃 不是可以吃 總之是他們一相遇到的故事 然後艾花對木耀 不知道他現在還未說是甚麼感情 他未必有一種好感的 純粹是他對地面上的人 他少接觸 覺得好奇 對 類似 然後你說阿光本身 你說他是不是喜歡艾花 其實現在的個案子 我覺得 你可以這樣定義 或者他真的想 當阿哥對妹妹 我覺得 兄妹那種感情應該會比較重 純粹是覺得她妹妹又天真又傻 又不問世事 他好像想涉獵這些危險的地方 作為一哥想保護她 其實你說那個故事 我覺得他有個對照 就是阿光的性格怎樣會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跟他姐姐 他姐姐其實很照顧她 以及甚麼都以她為先 所以其實他都希望快些成為一個大人去照顧她 所以其實有個弱器 那當然是照顧那個弱器 另外那兩個好朋友 全部都已經是 平輩 你可以說 至少他們對思想上的事情都成熟 那你不能照顧她 那剩下一個剔除法的話 沒有辦法 有剔除法 剔除法是一個很正面的想法 OK 所以他開頭其實 其實你看到的 阿光對阿牧元的案子 其實一開始 就是 他經常都在說 我知道他是好人 但我要打過他 不出奇 這是鬼父的事實 搶了女兒 而且他兩個種族的人 海底人和地上人 對於地上人有一個 叫甚麼 他不認識地上人的事 應該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 我忘記了第二還是第三集 其實說過阿光其實是不歧視這個地上人 你見到其實 他對牧元以外的人 除非對他有敵意 就算是另外兩個小孩子的組合 其實他都不會說 因為他們說了甚麼而遷路於他 其實很直接的理由是 因為他覺得 他對愛花好像有些東西 就是 那個情況是甚麼 就是 那個阿哥很 愛惜妹妹 愛惜妹妹 然後就看到有個男人 忠祝男 然後就說 你是不是想NTR我妹妹 不要說MNTR 不要說MNTR這件事 那個問題就是 誰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壞的人 不要理那麼多 總之好像這個 為甚麼我會這樣想 就是因為男主角 第一天插班進來的時候 他對地上人的印象不太好 經常說話 因為他是被人挑撥在先 他是說你們班 所以我認為他會不會 他們因為這件事 而對地上人 產生一個不好的印象 應該不會 應該其實都不止 其實他反而是 看到一開始 嘩 那條人 在船上 因為他看到 心情的對話 阿牧員 那隻船撈起愛花 怎知道他想對他做甚麼 其實他又在故事設定裏 他覺得 嘩 你又做這些 然後你又無緣無緣無故 老實說 如果不是撈起了 而是船 船 他不是用網的 是用餘叉的 那已經糟糕了 那已經糟糕了 現在你看太多了 算了 有一個敵意 我覺得 你可以說 是否需要扭計三集那麼多 我覺得真的未必需要 因為是26集 大陸 因為你剛才說 他那些有破壞海底的環境 會不會又受這些影響 而對地上人有些什麼 不是 我說海底是長老那裏 那裏 你不是的 當你知道地上人有做這些事 你直路來說 他有說過 我都知道地上人有很多種 阿牧爺也是好人 他有說過 我覺得他是接觸員 才覺得牧爺是好人 應該這樣說 在現在這三集裏 我們看到的就是 阿光對地上人產生敵意的時候 通常是因為他們影響他身邊的人 即使那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但如果老實說 直接對他的 可能目標是他的 我們用那兩個小女兒做例子 其實他是無所謂的 即是說 你那一刻踢我一腳 其實你之後見到他 也不會想打我 只要不會像牧原一樣 一拳揮過去 你不會對他姐姐的男朋友 打到他不知怎樣 打到他沒有畫面 OK 那你說愛花的 其實對牧原 剛才也是說的 其實不清楚自己是一個什麼感情 他對於未知事物有一個好奇感 很多東西都是 其實他 這個完全是在他 有些真的 智商以下的 可以這樣說 又未算智商以下 還未到一個成熟階段 你對心智未成熟 可以說 總之是妹妹屬性的角色 他不是很分得清楚 對阿光 對阿千兆 對阿光 對阿光 對阿光的喜歡 還有對牧原那種好感 究竟 怎樣去釐清 究竟這是什麼關係 是搞煩惱的 但他想到答案 很正常 要IQ想到很正常 我覺得 不關那件事 我說錯了 我明白 我說錯 我說錯 那你說 阿千兆 其實 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們兩個戲份 暫時都沒有那麼多 暫時 我覺得他現在 頭三雜章的觀點 集中在那三個角色 集中是阿光 愛花 和阿牧原相上 是的 阿耀這些 明顯是好朋友的角色 注定是沒有運行的 那不要理會 青梅做賣的角色 注定沒有運行 因為阿千兆的角色 其實 都是很典型 我們看八點檔無線劇 那類 阿千兆是那種 就是 我又不想做第三者 不想那麼強硬 又不合乎他性格 然後 第三集 就好像八點檔 然後就問了愛花 其實你覺得阿牧原怎樣 其實她根本上是一個 推波助瀾 推波助瀾 就說送你去死 不是 只要我去花和牧原一拼的時候 就沒有人阻礙到我和光了 沒有阻礙了 錯了 你給別人攪機 跟著是煮麵給你吃 什麼煮 你煮麵 你給米粉 不是 給你帶 專心偷聽 在門外偷聽到你說話 不是 很明白 你見到那個case 好像是 當然 說話 我想這套東西應該不會那麼覆黑 但是你說阿千兆那個角色 會的 他對阿光那種就是什麼 其實你叫管家婆的性格 你可以說 沒有到很管她的 只不過是 可能她把她一部分的心思 她心目中的光是放在一個 比較特別的位置 而且她真的很了解阿光的性格 就好像 由 之前她激怒 阿愛花和阿光 罵家 然後 然後 阿癡少爺說 如果她道歉的時候 又怎樣 就應該這樣做 根本上她已經是把這個男人掌握在壽中 只是差一步 就是愛這個敵人 但我覺得動畫 她用這個五個人的組合 最後怎樣配都應該會是Ban 很難說的 不是 那你怎麼 你差略就是 究竟阿耀是 因為其實阿耀的角色 她還未說 其實 我們在鏡頭下 她都是跟阿千兆一起出場 通常都會是 嗯 最多是跟阿光才對話 她那個團體是屬於一個 冷靜那種角色 冷靜分析事物 又不會說 對於一件事有大起大落 就不像阿光那樣 那樣 這些是危險 通常這些 很冷靜的角色 會不會爆發 好像阿友馬所說的 我覺得其實她可能 到了四位 這個不知道多少角的關係 那時候 阿耀看阿耀 其實她究竟想愛花 還是想想千兆 跟著就可能說 擋著面子 我扭你的街 你想好了嗎 其實你想好了 你就快手一點 是吧 會不會啊 有機會 或者督中她某些 這是類似TVB 交劇模式的N角關係 為什麼你會聯想到TVB 因為最主要 其實你始終就是 地上人角色 只是一個 暫時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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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不知道會不會再殺了一條兒子 或者再殺了一條女兒 其實已經殺了一條兒子出來 阿明你的地上男朋友 不是 在他們五個之內 現在其實五個人 是刀了一隻腳出來 你現在猜測是 究竟是否再有一個兒子 或者再有一個女兒 你教別人都可以 對嗎 對嗎 我說不行 你的接受度都挺大的 那市場最要就是 來接 來接 來接着風情浪靜 那下面就能夠重來 另外一條兒子 要什麼呢 排除花 死因過就可以了 You get the bond 啊 九一局 通常這些八點內的劇情 都要有一個犧牲少 然後死歸了 那你覺得五個 最容易做一個角色的是怎樣 阿要好兒奶子 真的是阿要嗎 林成平的懷疑老朋友 有什麼木源呢 不是啊 我要回到海底結婚 今晚之前那一套什麼呢 糟了 忘記了 你講劇情 講劇情就知道了 你有什麼名字就記得的 你有道理 大家聽眾都知道 這個主持樹齡 那套什麼 他們失了憶 然後有些 戀愛情義傑 戀愛失庭連結 算了 這條小子失了憶 那一套就彈軟倫波 我幫你了 我幫你了 讓我想到 他是不會想到的 沒錯 我是不會想到的 ok 然後你說另外一個 三集裡面說的就是 光的姐姐 他有些插了一點 之前 他以側面的角度寫回 地上人和海底人的矛盾位在哪裡 是的 其實他順便拿來推進 就是愛花和牧原的矛盾 是的 沒錯 側寫 其實就是 阿光的姐姐 其實就想著 跟地上人 那位 那位爸爸 那位爸爸 不知道他爸爸 和他的男朋友 不是想著 打算 我不相信 不知道 他好像經營了 在海底經營了一個店 在地上的 所以他經常被那兩個小妹搞的時候 他應該知道 很明顯 那兩個小妹就是不想要這個後母 是的 所以阿明應該知道 那個是身為人父的 不過一開始是很划算 到了事情 他們知道 原來這個 和這個地上人 在一起 就會被逐出 海底 這樣就不能再回到海底 然後阿光就很生氣 就去找他男朋友 很負氣 然後我覺得那一刻是很划算 那一刻就說 你和他拍拖 你是打算和他結婚的 對不對 然後他那一刻就說 然後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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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些就是 很合理 大哥 他拍拖和他結婚的東西 大哥 他分得很清 他至少有經驗 他已經結過了婚 所以 那一刻其實是很划算 你一開始看那個風格 打算說 我是很認真的 跟你姐姐在一起 你將你姐姐交給我 誰知道這傢伙是 有個落差 跟你遇上的落差 你才會覺得 有些奇怪 然後你說 很tricky 然後他姐姐最後就說 我和他分手 不知道是不是有沒有分手 總之說不和他在一起 不是 應該之前有個位置 之前有個位置 就是 他打完他姐姐的男朋友 之後 有個阿伯出來 搞事 那是牧原的老大 其實我覺得 那裡應該鋪了 有條線 我覺得牧原應該是 地上人 和海底人的後來 你說他 是 阿牧原本身 因為阿牧原本身 阿牧原本身 所以阿牧原本身 可能是運種 其實 其實 都不是 原本 應該原本也是海底人 因為他有一幕 展示到他 反光 有輪變 在皮膚那裡反光 對 然後阿光看到 他知道他原本是海底人 都可以這樣說 就好像 爺人姐說 其實這套都很 花花蜜月 那類型 都很擅長 他們都是做那類型 是 他開頭 開頭的三集 我覺得是 OK的 就是 世界觀 清楚 很簡單清楚明白 他分到海上 海底人 和地上人 這兩個種族的關係 而他帶了一個故事出來 就是 他們兩個種族之間 為什麼會有什麼矛盾 這些 他帶了出來 我覺得 這套來講 設定算是很出色 然後最後就是 艾上的波爾 什麼 不是Eva 續集嗎 花疾香在逆疾 牙夜愛衣 劇本 乾甜魔女 完全不行 我怕這個世界觀 他沒有什麼發展空間 你做26集 我怕會難給他 你說他有一些神明級的角色 海底始終有聖蘇妖神 海底始終有聖蘇妖神 你寄人的名字都不行 你可以改一下這個壞習慣 人家級 人家是海神 阿倫大人 阿倫大人 我覺得他拿來之後 是報復仙 因為始終就是你 原本如果有一些 一些比較 有一點點 幻想成份的設定 在裡面 但其實你沒有一些 類似說 有逆天能力的角色 其實很難對世界 或者對故事 會產生什麼 其實我感覺上 你講開海神 那一段 我反而覺得 他想有些 好像來自新世界 那種影子的東西走出來 是 我終於記得 看來自新世界 我終於都記得了 謝謝 你可不可以說 外生世界最後 贏家好像是你 不是 就是 男主角是死了 最後 我中了 然後 女主角是被另一條仔 吃了 後氣 是死的 不是 人家覆了多久 男一號 掛人了 我們回顧一些 來自新世界的劇情 那個就是 應該這樣說 男一 男二 男主 女主角原本喜歡那條仔 死了 但是 在中途中 其實男主角 就已經NTR了 女主角 然後 然後 中間搞了一大輪 不知道什麼關係 總之搞得很複雜 別人說是有肉體關係 才是有學情關係 這麼黑暗的 幸好 你覺得這集不會嗎 大佬 千少一開來就說 你們在第三集和 愛花這個女性的密話 已經說到 幾乎都很上床 有些發展育體關係 就是現在第三集 其實 二十六集 很多人不敢做 其實你的意思 是不是 千少已經 叫了愛花出來 講數 可能是阿光死了 然後 其實阿耀 阿耀就 原來是 阿耀原來是喜歡愛花 是喜歡阿光的 對 真的來自新世界的劇情 已經有了 對不起 先放下 太遠了 那固然你說現在 基礎來說 如果PA Work的一貫土腦 其實 應該不會就這樣 大體上 其實最多追加多兩三個角色 可能還有一個是小孩子之外 其實我反而希望她的角色集中一點 集中在角色的劇情上面 其實她現在出了也不少的角色 五個群體五個主角 她姐姐男朋友 還有沐原的阿爺那邊的故事 其實已經帶了很多角色出來 所以我覺得 她可以花多一些劇情 在這些角色上面 再講新角色 我覺得不算太大問題 不過如果你說 PA Work之前 有回花外蜜魚 如果你慣例 其實她應該很害怕 很害怕 都很害怕 很害怕 沒有什麼劇情 就很害怕 但是會悶死大家 她在節奏上需要掌握得更好 根據她前兩套的失敗之後 驚艷 你要明白人類是不會吸收教訓 例如你 我也明白 我們這套其實 可以的 而且畫面上的感覺 跟花開那類一樣 比較鮮明 比較鮮明 只有的原創劇 還有畫面的光亮度 我覺得是很足夠 這個畫面是 那套東西陽光起 難道都給了些魚 不知道 譬如我做些冥天 那有陽光是正常的 總會有陰天的時候 暴風雨 所以就不會在寫劇 又看這些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 我們儘管看看 完結的時候 看看究竟這套是恐怖片 恐怖片 恐怖片 我們有一個設定質 最有關 有一個設定沒有說 可能死的原因是 有一個人被困在陸上 被困在陸上 然後沒有水之下 乾死了 沒有水 變成地實人 巴皮會脫落 死了的可能是沒有朋友 不知道 有這樣的機會 好 那我們去下一部吧